大家好,今天我講解的故事是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作者是翁士斯卡,而圖畫就是藍史密斯所畫的。 每個人都知道三隻小豬的故事,至少他們認為他們知道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個小秘密,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的真相,因為沒有人聽過我這一邊的說法。 我是一隻狼,叫做亞歷山大,你可以叫我的小名叫做亞歷。 我不知道壞膽大野狼這個故事是怎樣開始的,但是這個是錯的。 或者這個是跟我們吃的食物有關係啦。 狼喜歡吃兔仔、羊仔、豬仔這一類可愛的動物。 喂,這個不是我的錯,我們天生就是這樣的。 芝士漢堡也很可愛的,你也喜歡吃漢堡啦。 這樣,大家都可以說你是大壞蛋了。 就好像我說一樣,這個壞蛋大野狼的故事是錯的。 真實的故事是一個黑癡和一杯糖引起的。 好久以前,當我為親愛的媽媽做一個生日蛋糕的時候, 然後,剛好就得到重感冒,我一直在打咳咳咳。 但剛巧巧的是,我的糖剛好弄光了。 我出門口,去向鄰居借一杯糖。 這個鄰居是一隻豬,而且不是很聰明的豬。 他用稻草,建了一間屋。 試想下,哪個腦筋正常的人是會用稻草來建屋的? 我先敲了一下門,那裡稻草造的門馬上就掉了。 散到一地都是。 我就不想就這樣就走進去。 所以,我就在門口叫,小豬,小豬,你在不在家啊? 但是,沒有任何回答。 正當我打算回家,打算為媽媽做一個 不加糖的生日蛋糕。 這個時候,我的鼻子開始有點癢。 我覺得,有個黑痴要準備衝出來了。 真的很討厭,我的鼻子啊! 啊!啊! 啊! 啊! 我打了個好大的黑痴啊! 你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啊? 那間稻草起的屋,竟然被我摧倒了。 草堆的中間,睡了一隻小豬。 它死了啊! 原來它一直就留在裡面啊! 對於狼來講,如果死在草堆裡這塊這麼漂亮的豬肉,是很沒面子的事啊! 所以,我就把它吃掉了。 就當作一件很大的芝士漢堡吃了。 我覺得舒服很多啦! 但是,我還是沒有一杯糖啊! 所以,我走了去另一個鄰居的家。 這個鄰居,是第一隻小豬的弟弟。 他是比較聰明的。 但是,都沒有聰明很多。 因為,他用樹枝建屋的。 我敲一敲門,沒有回答。 我就叫了, 朱先生!朱先生! 你在不在家啊? 他大叫, 走開啦!你隻狼! 你不能夠進來的! 我在這裡看醋啊! 當我覺得, 有一個黑痴要衝出來的時候, 我緊緊抓住一個門柄。 但是,討厭的是, 我的鼻也很癢。 我試著把我的嘴合起來。 但是, 啊! 我打了一個很大的黑痴啊! 你一定不相信啊! 這隻豬的屋, 就被我吹倒了。 就好像他哥哥的屋一樣。 當灰塵散開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隻豬也死了。 接下來, 又是我們狼的面子問題了。 如果你將食物, 吊氣在外面, 它就很快扶爛了。 所以,我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多吃一頓晚餐。 就當是另一份芝士漢堡。 我的感冒好很多了。 但是, 我還是沒有糖, 可以為媽媽做一個生日蛋糕。 所以, 我就走去另一個鄰居家了。 這個是兩隻小豬的弟弟。 他一定是家族裡最聰明的一隻豬。 他用磚頭來建屋的。 我敲一敲門, 沒有任何回答。 我就叫了, 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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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我家裡呀? 你知不知道那隻沒有禮貌的豬, 它是怎麼回答的? 走開呀! 你隻野狼, 不要再來煩我呀! 他真是太沒禮貌了。 或者, 他有一大袋糖, 但是不肯借給我一小杯。 他真是一隻豬來呀! 我正在這裡打算離開, 打算回去做一張生日卡, 不再做生日蛋糕了。 這個時候, 我的感冒又發作了。 更加生氣的是, 我的鼻很癢呀! 我又打了一個黑癡, 阿啾! 豬小弟在這裡叫, 喂! 你這個又老又醜的媽媽 不是只吃肉的嗎? 吃什麼蛋糕呀? 你不要騙我啦! 我不會開門的! 我一直都很冷靜的, 但是他敢說我的媽媽, 我就開始抓狂咯! 當警察圍過來的時候, 我正要打破豬小弟的大門。 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的鼻一直都很癢, 我的嘴抹得很大, 我不停在這裡打黑癡, 阿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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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故事, 就像他們這樣說咯。 當記者知道我把兩隻小豬當做晚餐吃的時候, 他們都認為, 一個心病的狼去借一杯糖, 阿啾! 這件事聽起來, 一點都不刺激呀! 所以, 他們就把故事誇大, 扭曲了。 一隻大野狼, 狠狠地, 吹吹吹吹吹吹, 吹到小豬家屋。 從此之後, 他們就認定, 我是壞蛋大野狼了。 真實的故事, 真實的故事, 就是這樣咯。 我是被冤枉的! 對了! 或者, 你可以借我一杯糖咯。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分享來到這裡。 我問問大家, 你喜歡這個故事, 還是以前你聽過的三隻小豬這個故事呢? 你可以和你家人一起分享一下的咯。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故事啦! 拜拜!